你会继续煮的植物 我是叶太梁杰惠 现在我要用美味的焖沙窝 教大家煮糙米咸香油饭 我的材料有 姜 麻油 香菇 还有糙米 盐 姜油 还有水 最后才用到树的咸鱼 就准备好了材料 现在我们把麻油 放进卧泥 还有姜 和香菇 一起炒香 香味 然后我们把米加入 放匀 再加入我们的调味料 放入盐 生抽 把它炒均匀 我们再加入水 翻匀就给它煮沸腾 盖上锅盖 给它煮15分钟 水干了 我们再放进 威西的 焖沙窝里面给它焖 一个小时就好了 一个小时后 然后我们的糙米咸香油饭 已经好了 然后我们加上酥咸鱼 上去 所以我们的饭 就完成了 完成了 这个小时就会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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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